女孩是半瘦半人却因为长相美艳 追登的男人数不胜数 今天悟空要为大家讲解恐怖电影《鹿女》 一开场警察局里接到报案 某处酒吧的门口停着一辆诡异的卡车 传出阵阵的臭味 还有人听到里面传来惨叫的声音 警察杰克知道之后立马赶到了现场 车门直接掉了下来 像是遭遇严重车祸了一样 车上还有一具尸体 死状极其的惨烈 只剩下部分的器官 还有很多动物的脚印 像是被硬生生踹死的 通过询问店员 他们得知死者昨晚是和女友一起来到这里 他的女朋友实在是太漂亮了 像是个印第安人 古铜色的皮肤 眼睛却是黄色的 店员们都印象深刻 警察们是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女孩到底是怎样杀死壮汉的 而且还留下动物的脚印 难道是随身携带陆提当武器 男朋友惹她生气 就直接砸过去吗 又或者他们正在为爱鼓掌的时候 一只强壮的熊鹿看上了妹子 直接冲到车里 把男子杀死 然后抢走了女人 这也太扯了吧 杰克自己都被自己的脑洞给整笑了 而另一边 真正的凶手再次出动 凭借着美貌 他只要往那边一坐 男人就为他心悦称富 根本就不用说一句话 杰克傻笑 就把这位小伙迷得 那叫一个神魂颠倒 以为天上掉馅饼了 碰到了这样一个大美人 两人很快一起去到了宾馆里 美女直奔主题 男人兴奋的快要飞起来 不过 很快他也变成了一具缺胳膊少腿的尸体 死法跟之前那位人凶完全一致 警察还在他的指甲里 找到了鹿的毛发 研究发现 还是一头小鹿 更加疑惑 小鹿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 而美女并没有停止行动 很快来到了一家小店 吸引了老板的注意 她也很快就被解决 现场留下了大量鹿的脚印 这一切都能证明 是动物商人 却被上司判定为凶杀 不让杰克这个专门管理动物商人的警察插手 他只能沿路追踪 想找到一些线索 正在疑惑 有人跟踪他的时候 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小毛贼 想要打劫他 他只用一招就轻松置敌 还往毛贼身上扎了一刀报复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只差一点就可以抓到鹿女了 却被他就这样逃走继续害人 后来警察局的长官们也都不相信他的话 坚持是谋杀 不再让杰克插手案子 他只能和同事一起出来喝闷酒 边喝还边讨论案情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那个漂亮的女人一定是上半身是美女 下半身是个瘦人 酒吧的印第安服务员听到之后 很感兴趣的跑了过来 告诉他们 在印第安的神话里 鹿女是真实存在的 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虽然长着一双鹿的腿 却凭借着天使的脸蛋 让无数男人喂得轻荡 还习惯性的用长裙遮住腿 跑出森林来勾引男性 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为爱鼓掌之后 再残忍的杀死 杀够了足够数量的男性之后 他就会重新的回到森林 虽然这个故事很扯 却和现实十分的相似 杰克心以为真 开始调查这方面的神话 同事则又跑到赌场开始玩耍 很快就被鹿女给盯上 在他的指导之下 同事开心的赢了大把的钱 也喝了很多的酒 迷迷糊糊之间 他把鹿女当成了自己的幸运星 直接就带回了家 恰好这时候 杰克打来电话寻找他 他开心的炫耀着 说自己遇到了一位身材火辣的亮妹 杰克半开玩笑的问他 有没有看过亮妹的脚 很有可能是个陆提自优 同事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电话也就此挂断了 杰克立马请求支援 一路开车狂奔 想赶往同事家 去有许多的路 冲到街上拦着他 害得他差点出了车祸 好不容易到了同事家 一脚踹开门之后 发现他已经被踹得倒地不起 接着 鹿女诸现小展开攻击 杰克利索地给了他一枪 以为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在掀开裙子 查看他的脚时 立马被狠狠地踹了一脚 飞出有一米多远 然后他直接飞跳下了楼 逃亡森林里 杰克开车狂追 再次被他一脚踢开 还有一群鹿冲上来围着他 这时鹿女跑累了 在小河边喝水 杰克终于赶走了鹿群 追了上来 一段时间他开车 直接撞上了鹿女 以为这下子终于解决掉他 便艰难地爬下了车 没想到这个鹿女 真的是个神鹿啊 撞成这样依旧是大力无穷 抬手就把车子给挪开了 杰克疯了一样地 对着他连开树枪 直到子弹全部打完 终于把他给杀死 增援也在最后时刻赶来 救下了只剩半条命的杰克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出自每剧恐怖大师 由多个恐怖片名导演 组合拍摄而成 每一集都很精彩 鹿女拥有魔鬼身材 和魔鬼脸蛋 却走会一些搞笑路线 还真是别具一格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